大家好,我现在录制张扬希悦重大紧急声明 我们不认识以我们或者以我们亲人私人身份资料 在国内外金融机构开设账户 持有账号密码的犯罪分子 我们从没够给过犯罪分子一分钱 罪犯行为后果自负应立即投案自首 大家都知道 我和我妻子从小被绑架劫持贩卖 成为活人人体实验品 我们的私人资料也被中国共产党官方政府所掌握 那么从我们一出生起 中国政府官方可能就拿着我们的私人资料 还有我们亲人的私人资料 在瑞士银行或其他类似的国际金融机构 开设了秘密账户 那么我们的财产真相就被隐瞒了 我们应该是有我们自己的财产的 那么到瑞士银行或者其他类似国际银行账户的 根据保密原则去进行金融交易的这些人员 根据保密原则 他们不见得与我们相识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认识那些到那里 到我们账户里去取钱的这些人 而我和我妻子西悦从小就成为了活人人体实验品 就在这起银行诈骗凶杀案的不间断的持续进行下 涨到了今天 而且最近几年是愈演愈烈 2013年北京市长阳区安全派出所就已经到我所在地 农居院张贴了大面积的广告 要求全体居民注意电信诈骗和金融诈骗 那么凶手利用无线电技术 或者神经控制武器 或者采取不点 利用人工造假凶杀诈骗 或者用互联网入侵电脑 或者窃听电话 或者把黑手直接伸入到像我们这样的受害人的家庭 挑唆我们的亲属参与了小额诈骗行凶 然后将小额诈骗的数额进行放大以后 到以我们私人资料 以我们私人资料为基础开设的银行账户里 根据他们所持有的账号密码去盗取我们的钱财 并且伪造票据 那么他如何放大呢 比如说一块钱就相当于一个亿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07年购买了一辆标志307车 那么我开车比较谨慎 在这10年中呢 我出过6次交通事故 都是他人冲撞我造成的 其中第一个发生交通事故的人叫郭树心 他在诈骗了我1100块钱之后 很快离开了那家公司 这个反常的行为 马上引起了我的警惕 后来又出现了退休工人 农民工 国家安全局人员 军队人员 还有中科院人员 对我进行了诈骗行为 前后诈骗的金额 有一万多块钱 那么凶手呢 就是以我们 我和我妻子为活人人体实验品 以我们的亲人为计算器 不断的制造事故事端 强迫我们进行消费 制造我们的经济损失 然后把这种小额诈骗的数据进行放大 依据这些小额诈骗的数据 到以我们私人资料为基础的那些开设账户的银行机构里 根据他们持有的账号密码去盗取我们的钱财 同时凶手还依据他们手中持有的我和我亲人的私人资料 还假冒我们的名义去给我们购买开设保险 并且把收益人写成他们自己 从而制造我和我亲人的疾病 伤残 从而诈骗医疗保险费用 同时凶手一伙 还在外大肆造谣我们是精神病人 我们是什么自闭症患者 我们是什么流氓 我们人品卑劣等等 对我们进行肆意的诽谤 以掩盖他们进行银行诈骗凶杀犯罪的现场 以掩盖他们进行活人人体实验的犯罪事实 为此 我们已经多次上书了中共中央 同时 我们已经把上书的内容 对全世界进行了广播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发现了 在我们通过邮政快递 寄信到中南海的过程中 我们的快递 被在北京的犯罪分子进行了拦截 现在凶手的罪行已经已然被我发现 在此 我和我妻子希悦 郑重声明 凡非法持有我和我妻子私人身份资料 以及我们亲人私人身份资料 同时在国内外的金融机构开设账户 并且持有账号密码的犯罪分子 我和我妻子 甚至我们的亲人不认识你们 请你们立即停止你们的无线电技术犯罪 停止你们神经控制武器犯罪 停止你们社局不点的行凶诈骗 停止你们的互联网入侵电脑的罪行 停止你们的电话借听等等行凶诈骗手段 我们从来没有给过你们一分钱 我们也不认识你们 在此 我们并就此事紧急通知瑞士联邦政府 瑞士所有银行 以及其他国内外所有相关的金融机构 如果在您的金融机构里发现了我们的私人资料 发现了我和我妻子以及我们亲人的私人资料 并且发现有人根据这个私人资料开设了账户进行了一些金融交易 那么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犯罪分子 请您立即与我们进行联系 再说一遍 我们就紧急就此事通知瑞士联邦政府 国际行政组织 以及相关各国的安全机构和警察机构 如果您发现在您所在地区的金融机构里存在有人手持我和我妻子以及我们亲人的私人资料 并且以这些私人资料开设了银行账户进行了金融交易 那么请您立即与我们联系 并将相关犯罪分子逮捕归案 我们并不认识他们 我的联系方式是 我叫张阳 我的电话是1560-119-7619 我的妻子叫西悦 电话是852-5988-7813 再说一遍 我叫张阳 我的电话是1560-119-7619 我的妻子叫西悦 她的电话是852-5988-7813 谢谢